《与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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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题目就是 《与人情》 那么当然主要是开头 上个月刘晓波去世 就引起我的一种感触 刘晓波去世 那么 从刘晓波患病 这个消息传出 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社会的反应就相当的软弱 那么这也标志着也就意味着这个国际社会 在对中共这个政权的这个缺少影响的 越来越缺少影响的力量 那么这也意味着本身西方本身的一个衰落 我想我们呢都是这个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亲眼看到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间 不到三十年的时间 世界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那么在八九年 那中国的八九民运兴起 那规模之大 参与的人数之多 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 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那么这本身也就证明 在中国争取自由民主 不仅仅是提少数异议人士的这种愿望 而且也是千千万万民众的愿望 那么六四凸杀之后呢 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一致谴责 这种谴责的一致性 我想在国际社会 在国际这个社会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然后紧接着就是苏联东欧的巨变 国际共产阵营土蒙瓦解 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 那么当时都认为 大家都认为就是自由民主 已经打变天下无敌手 像中共这专制政权呢 它的日子不可能太长了 这是在八十年代末期 九十年代初期 我想整个世界都洋溢着 这么种乐观的精神 可是到了二十八年之后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 那我想 我完全超出大家当初的这种预想 那么中共这个专制政权 不但没有垮掉 而且还变得比以前更强大 它当时是经济上变得比以前更强大 而且呢 它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上变得比原来就更柔和 更宽容 相反它变得更严厉 更霸道 在国际事务中呢 也改变了年代所的 这个桃光延口的低调 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与此同时呢 看到整个西方世界 包括美国在内 那都好像成了一种 走下坡的景象 那么整个世界就是在 二十几年 在瞬间里发生了 这么的惊人的逆转 而且现在呢 你还看不到 当然整个都有很多变化 但是现在你还看不到 包括西方 在应对这种形式下 有什么新的 一种很明确的一种方向 所以你想起来就很惊人了 二十八年前 人们没有想不到 世界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如果照这个形式下去 二十八年后的世界 那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我觉得问题 就严重在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二十八年变化中间呢 我想中国是办法一个 一个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角色 是所有当中的变化的 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那么当然就是由于 这个就要追溯了 从七十年代末 中国开始结束了毛时代 开始所谓改革开放 这说起 因为经过文化革命 这么一种 惨重的历史经验 在四十忙垮台之后 举国上下 朝野上下 都有一种 要求改革的冲动 那么首先是要求 政治方面的改革 因为当年 在中国遭受 政治化的人数太多 而且遍及社会的 各个阶层 你可以说在毛时代的晚期 中国没有哪一个 社会阶层是 既得利益者 所有都成了受害者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在中国出现 这种自由化的运动 正常要求自由化的运动 那么这个自由化运动 当然首先是建于 就是文革的这种 严酷的政治迫害 造成了普遍恐惧 一直打一个普遍的要求 另一方面呢 就是也在这个时间 也产生了 经济改革的冲动 当然这个答案 就是从小岗村的农民开始 那么在八十年代呢 政治要求政治改革 自由化的这个冲动 是非常强 尽管当局呢 时不时的搞点反自由化 但是呢 你看到每次都是骨头蛇尾 到没过一两年 那么就卷土重来 而且石头比原来还来得更猛 这样子一直到了八九年 造成那么大规模的这种民主运动 那可惜呢 就是因为六四屠杀 把这个石头给打下去了 这是在政治方面 那在经济方面呢 大家知道经济改革 从八十年代末 就开始在经济改革 那么这个经济改革 其实一开始 它就很明确的 就是所谓这个 资本主义取向 经济改革 市场取向的这个经济改革 这个对那些 最早参与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那些人来说 包括中共的官员来说 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清楚 他们要干什么 我就老底那个例子嘛 就是舍口工业区的袁庚 袁庚他不是就79年 后面去在舍口建立的 一个工业特区吗 他走之前 他的儿子跟他讲过话 也算对话 因为这是儿子跟我讲的 他儿子就问他 因为袁庚就是深圳的人 法案县的人 1949年 他解放军泡军团队团长 是他带工解放的深圳 解放那个地方 所以他儿子就问他 说三十年前 你带着解放军 跑去解放了深圳 把那儿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 三十年后 你又跑那儿去办 一特区 把那儿的公有制 变回私有制 老爸你这位子在干什么呢 他说他爸 陈寅办傻无语 最后就说 他总能让中国老这么穷吗 那这人说很深刻 就是像袁庚那种 他79年 他就知道他在干什么 就是要不比资本主义 那么所以这个 这个经济改革在上风中的 你想底下人不用说了 所以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很多干部就说了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所谓经济改革说到头 就是把你共产党革命建立起来的一切给改掉 就是重新恢复被你共产党革命所否定的那一套东西 就这么简单 但这种东西呢 他虽然像邓小平他只关心经济改革 不关心政治改革 但是你支持经济改革本身 对你共产党革命就有一种 釜底抽薪的否定作用 既然你经济改革的说到底 就是改掉共产革命的所建立的东西 就是恢复被共产革命否定过的东西 也就是自己在否定自己的整个共产革命的合法性 那么建立在共产革命基础之上的 什么无产业专政理论 共产党政理论 就全都不存在了吧 这是很自然的嘛 所以在八十年代我们看到 那老百姓中又说了 官员中凡是支持经济改革的 几乎都赞成政治改革 而当年凡是反对经济改革的 其实他们主要还不是反对经济改革 主要是担心你经济改革以处的政治后果 我们经济如果变成资本主义了 我们凭什么还有理由 我们搞政治上搞社会主义呢 它就是这个道理嘛 所以这个矛盾到了八十年代后 就变得非常尖锐 在这个八九年头一年 八八年 我看他们经济研究 那时候就登过 他们像华生和罗小鹏 他们写的很长篇一篇章 就对十年经济改革的回顾和展望 他那个文章基本意思就是说 在此前八八年之前 中国的经济改革 虽然朝市场化方向有很大的进展 但是呢 还没有触及到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假定 也就是还没有谈到所有制的问题 那么下面他就认为 要谈到所有制的问题了 如果下面改革这一步一旦卖出了 那你这个 原来你社会主义上的东西就从根本上否定掉了 所以以前呢 在这之前呢 你还可以用社会主义出击街站拿马虎眼 把什么东西都朝哪里都装 如果你再卖卖不下去 你连社会主义出击 连社会主义的事都提不出来了嘛 反正根本完全不一样了嘛 所以当年东欧的改革就是在这就卡住了 当年东欧搞经济改革也是搞到这一步 发现他们如果要进一步搞经济改革就要否定我们革命建立的一切 那你要为了维护我们原来的东西我们经常就不能改革 所以就都卡在这个地方了 在那个时候李先念就很明确的几次跟邓耀平提到 说当时赵紫阳在当总书记吗 很明确他说要让赵紫阳下台 因为他是搞资本主义的 所以当时我们也知道嘛 像提卡索他就都出来了嘛 就有点受排挤了 就卡在那个地方了 那么你可以想象 如果发尔巴的民运 那中国就卡在那儿 如果他为了维护政治上的那种原来的那种正统性 他就不可能再进一步走不下去了 就会停在那儿 那么当然不会有后来的经济发展 这不言而喻的 反过来如果那个时候他要突破经济上的 原来那个体系的束缚 进一步朝前卖下去 那么你正常的合法性就没有了 就成了这么一种状况 在这个情况之下 爆发的巴紧民运 然后就是六死屠杀 那紧接着苏南东位一变化 那其他国外马上都搞了私有化 那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一个彻底破展 所以在八九零六四之后 初期 包括像邓小平在六死前后 讲话都强调 为什么要镇压 就是这是关系的 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必须得这么说 他才有镇压才有正当的理由 那么到了六死之后 所以党在上方就是 就弥漫着的一种空气 就是要经济上就要开倒车 就认为我们政治上自由化 直接走这么远 就是因为我们经济自由化走得太远了 那么既然我们要克服政治上的自由化 我们也要克服经济上的自由化 所以这个经济改革就出现了停止和倒退 可是到了九二年 南巡呢 又提出不问兴设兴资 那当然邓小平就想明白了 对 他说你原来我们搞资本主义 搞得休学达达 还得打个兽计之所以招败 不敢卖故子 就是怕我们挑明了这个事 我们的政治和法性没有了 现在我们横鼠人都杀了 那就这个样子了 和法性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我们走资本主义道 就没有障碍了 我们就这么做了 对不对 我们就不在乎别人在以子之帽公子之盾 根据你的理论 走到你的限制度 不在乎这个东西了 所以他就提出不问兴资兴资 而且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 保守派也都集体转向 你像陈云 李鹏 在八九之前还老在军医上吃保守的态度 等到邓小平都不问兴资兴资了 他们就会到没意见了 这就证明了 他们原来反对 就是反应的政治后果 既然这个政治后果已经出现了 已经解决了 那就没这个问题了 那就无所谓了 对不对 所以到九二年之后 那中国走资本主义就走得更大张旗鼓 那么另外也正因为你在九二年之后 你是在六四这种政治背景之下 搞得经济改革 这个民意消沉 你又不可能有这个 没有政策的改革 那么你的所谓私有化 资本主义化 必然变成权贵主义 必然变成权贵私有化 这是可想而知的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 腐败的问题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八九民运的起因之一就是反腐败 而反腐败就是跟经济改革 你这个搞什么双轨制啊 也就造成了一些官员可以利用那个差价啊 然后到 八九民运的口号就是反腐败 所以八九民运之后 在八九年的七月份 中央通过一个很长的一个很严肃的文件 就是要反对腐败 包括是不准要减证很多公司 然后干部的事情不准经商 而其中是把邓小平儿子的邓国方的康华 首当其中是把它处理掉 所以在当年反腐败的时候 中国是认真的 他们就是觉得腐败问题引起这么多民愤 所以你要减低这个民愿 我们就要必须得腐败上去得有所约束 而到了九二十年之后他们又想通了 原来我们不害怕腐败 就怕老百姓上街嘛 现在老百姓横竖不敢上街了 那我们还在乎他干嘛呢 所以到九二十年之后 在腐败问题上就变得肆无忌惮了 而且他那时候发现了 腐败对他们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呢 靠腐败他能够鞏固他的政权 因为所有官都有游说可捞了 尤其江泽民上台 作为一个毛和邓之后的一个领导人 这些人大家都觉得很诧异嘛 因为原来两个是强人 有那么狡献的更加资历 这么麻煩的情况 也怎么去荡达呢 对不对 所以他做作做 他还完全没把握 但是他又搞一个大大多的腐败 所有人都有机会 那么这么一来呢 就是他就大大的消除了 这个内部的购致不满 就是所谓闷声化大财 所有人都有腐败的机会 腐败就使这个政权变得更加稳定 政治上的挑战就少了 另一方面呢 就是官员们发现 本来你经济改革 说到底 你既然总是意味着你把一些东西 一些权力从政府的手中转移到社会 转移到市场 那么政府官可能就不愿意 对不对 这个事他吸入了他们的权力 但是他发现在这过程中间我可以大捞一笔 那他积极性的来了 所以我们到92年之后发现官员对改革中特别提及 没有那个时候比这个中共官员对那个经理改革那么热衷的了 这么一来随着他以后的腐败自然也就变得加倍的增长 所以造成我们看到从江湖时代一个最典型的 最有讽刺意味的特点就是 那个时代的中共的官员可以说是最腐败的 他们吃喝玩的反正所有坏事是最糟糕的 但那个时候是中共经济发展最快的 你来说那干部都很整案都很勤勤恳恳的工作呀 很两袖清风啊 经济发展好还有一说 不 恰恰是最糟糕的 结果是发展最好的时候 而问题还有就是你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经济发展呢 它也变得很奇怪 它这种发展就私有改革当然就非常恶劣 但是呢 正因为如此 它就取得了你像苏联东欧 在民主转型之后的经济改革所取不到的那种成就 你可比他们进行的更有效 因为你共产国家你搞紧你改革既然是把公有制化成私有制 那么你首先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化 如何把它私有化 你按道理想的唯一合乎道理的 以及唯一能够让大家能够接受的就是所谓大众私有化 就是把名义上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分给全国人民一人一份 但这么一来呢你就把资产就给就把枝结成零成岁岁岁的了 对不对 它必然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而且肯定在一段时间它会造成经济的下滑 这就是他们虽然东欧都发生的事情 而你中国就很简单的 它就直接了当的 就是把这个 就是党委书记就当资本家 不就完了吗 党委会就变成董事会 所以一步它到来就完全能私有化 而且它在私有化高中 它不需要把原来那种资产去分别掉 所以它这个私有化过程中 没有造成它的经济的停滞和下滑 反而就一直保持那种持续的增长 那么在这里当然还有一个重大因素呢 就是所谓这个加入全球化 在加入全球化之初呢 咱们这个对全球化 这个都顾虑还是很多 因为在人们一般人们的心目中 你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国家 发达国家的这个经济 跟我们这个畅同屋子的交流起来 那必然中国会成为这个 发达国家经济的殖民地啊 因为这个传统上都这么看吧 对不对 但大家就没意识到呢 现在新世纪的这种全球化呢 它不仅仅是商品的互相交换 而且也是资本 资本的自由流动 那么这么一来呢 中国还占着它 那个廉价的劳动力啊 资源的种种优势 就吸引了西方大量的先进的这个 资金和技术 这么一来呢 就使得中国经济 就发展得特别快 就利用这个 那么在几十年间呢 把他们就突飞猛进 那与此同时呢 你这种全球化 是不是你会 不说别的 这当然是把大量的工厂 大量的资本 从西方发达国家 转移到中国 而你见得是 使西方发达国家本身 你就会出现产业的空心化 这是明摆的事情 然后贫富就差距的加大等等 那到出来你看了几十年下来之后呢 那么中国成了制造业大国 中国有很雄厚的工业的基础 西方反而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么一来呢 造成就是一种非常 就是最荒淡的一个现象 就在我们眼前出现了 就是中国的改革 是在最糟糕的环境下进行的 所以这种改革本身 就是最不合物道义 但是这种改革本身呢 它可以造成一种最有力的 最强大的一个效果 一个后果 到出来我们看到 那世界就完全就变了个模样 另外 当然过去的 人们通常都假定 你由于经济自由化的发展 必然会引起什么中产阶级的发展 引起这个政治自由化 那么这个它都有前提 就是我们可是在八九民运之前 在六四之前 那中国基本上是这种模式 那时候新兴的中产阶级 由于改革释放出来的那种活力 那都是倾向于政治改革的 但是在八九六四屠杀之后 那显然那中产阶级都看得很清楚 人家拿你老万和什么 联想的那些什么人 人一笔 你看你看 你搞民运你结果 现在出的一文不值 那还是你所有的那些资本家都发现 就是得听党话 无论如何不要跟政府作对 所以这些三 六四知道他们有一个基本心态 在这种心里长大的 那些中产阶级 他们怎么会去成为 这个政治自由民主的一个动力呢 对不对 所以这么一来就造成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中产阶级的发展 经济改革的发展 中产阶级的发展 并没有培育出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 让它朝着推进政治自由化 而这当然也是 包括高层也有它的困难 高层你 你在六四之后 第一 你把大量的改革派已经排除出局了 第二呢 里面 当然激烈有政治改革思想的人 他在这儿也完全没有话语权 因为过去共产党搞政治改革 他们口头上总是说 我们这么改革 政治改革了 会更有利于共产党的领导 改善共产党的领导 总是这么说的 对不对 现在你一看苏联冬都看着 摆在那儿呢 你一政治改革 你不让他下台 对不对 你这话就说不出口了 对不对 原来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另外当然 064又欠了那么大的血债 他当然就会很担心 一旦放了之后 那你要六四之前 你政治改革 那无非就是 你共产党可以和其他政治和平的竞争政权 他们当时过来没有任何被清算的这种顾虑 当时确实没有这种仇恨 你到六四之后 他们当然就在这儿 变得根本不改定这种事情 所以保守坏在这中间 一直就是占的优势 这么几年 多少年下来之后 我还发现 他不该到队了 对不对 他国家到强大起来了 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 你要向党内再出现 自由派的话 或者话语上 就变得格外艰难 所以我觉得 中生之源就造成 目前这么一种现状 那现在呢 你从各方面 我觉得他对整个这几十年的过程 肯定这个梳理的还不够清晰 因此呢 对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去克服中间出现的问题呢 就还没有一种清晰的看法 当然我刚才讲都是 就是相当简直 中间物相还需要很多很多细节去补充 这里还牵涉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的一些变化 特别是一种 所谓 我们都能感受到的 就是一种整个社会这种普遍的心态的变化 有一次因为我们自己作为过来 我们就知道 在我们这个 这么几十年的生活中 我们周围的人 都就是那些人 人都没变的 想法完全变得不一样 心态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你以至于你都觉得 你现在都不能想 当然他们怎么都这个样子呢 对不对 你看很多六四的受害者 就是 他是领袖 原来赤大风云 底下 一呼百应 广场漫山遍野 对不对 他们原来根本什么都不是 也不是什么要紧人物 只因为在表现运动中表现得有点出色 也成了领袖 好像万众龙蛋那会模样 做了几年一出来 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你的那革命群众 不知道跑哪去了 跟你一点不相干 找到那根本就成两回事情了 所以这种心态的变化 我觉得他也对很多事情造成很深 你像当年最早的天上天 最要留学人到这来 对西方的那种仰慕 然后对中国落后的那种感 给现在留学人想 他整个普遍的心理 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你在这种背景之下 很多事情就变得相当相当困难 现在当然 简单说 那我就想把这个 我对这二十几年的过程 一个梳理 希望呢 希望呢 能够把它 以后能够把它 讲得更清楚 更充实一些 我想就是 因为中国的问题 既然对整个世界这么重要 那么中国问题就是 作为我们 作为中国人 毕竟是中国人 还相当的了解 把这个过程理清楚 我想 应该说是 应该说是 有头等重要的原因 就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客人 你 pics 啊 pulse 嗯 你 你的